哈喽大家好,我是凌薇 春天,用春菜来做一份充满春天气息的美食 真是太棒了 一做两吃 这超高的颜值既可大饱眼福 美得像花一样 又可填饱肚子 还可治养身体 一举三得 方不辜负大自然的馈赠 春天的艾草简直就是我们最好的礼物 特别的清香 嫩的可以恰出汁水 特别是对于理性朋友 那真是太好了 新鲜的艾草我们先摘一下 只要它的嫩叶 不要老杆和酷黄老叶 春天的艾草清香又还不会太苦 所以可以多吃一点 艾草清洗好后 我们加入适量的清水 把它多淘洗几遍 因为上面可能会有比较多的灰尘和泥土 看一下这样的艾草真是太嫩了 它是一种药食同源的植物 为理性朋友的身体特别好 锅中水开加入一点点的小苏打 放入我们已经洗净的艾草 只需要把它烫至便舍 就可以把它捞出不需要久煮 捞出后用凉水冲一下 等一下刚才那么多 现在就变这么点了 我们再用刀稍微把它切碎一点 切好后丢入泼皮机里 再加入适量的清水 不需要太多 只需要能打得动即可 选择果汁 不需要加热 把它打成艾草 打好后可以直接使用 也可以倒入蜜肉进行过筛 过筛一下的话 我们就先取用适量的汁水 这个剩下的艾草不要丢等火 分享一个好吃的做法 我们在这个汁水里面 再放一点点的小苏打 这样让它等火出来的颜色 更加漂亮 先来准备300克的面粉 取160克的艾叶汁水 加入2.5克的酵母 而酵母先搅拌至浓化 再把它加入到面粉中 我们这一份绿色的 就是用艾草汁来和面 用筷子搅成大面絮状 再活成一个光滑的面团 一边和面 一边用面粉擦盆的边缘 这样盆出来就会非常的干净 另外准备350克的面粉 175克清水 加入2.5克的酵母 酵母融化后 加入到面粉中 现在我们就是再和一个白色的面团 同样的用筷子搅成面絮后 活成一个光滑的白色面团 团和好后 可以放到菜板上来揉搓 搓光滑 白色面团我们要把它分成三份 先分下来这么多 这个是用来作为小花 我们这个小花上再切下来一小啾啾 取一点点的鲜蛋掌果粉 把这一小点面团染成红色 把它放到手里这样不停的对折 揉搓就得到了一个粉色的面团 这个面团就是我们等会用的花蕊 要把它包起来防止风干 刚才剩下的大面团 我们撒上一点面粉 先轻轻把它按扁 再用擀面杖把它擀开擀薄 擀成一个长方形 再把绿色面团同样是擀成和白色面团 一样长宽的长方形 擀好后 我们在绿色的面片上刷上一层清水 再放上我们的白色面片 让它和绿色面片完全重合 刷水是为了让它更好的联合在一起 等火不会开脱 放好后 用擀面杖轻轻的擀一下 让它更好联合在一起 还记得刚才我们取下来的这一点白色面团吗 把它按扁 同样是擀成薄片 再用个小花的模具按压出一些小花的模型 我们在绿色的面片上再一次刷水 再放上我们做好的小花 做好后 用擀面杖轻轻的这样按一下 让它更加结实 再取出刚才的小点点红色面团 取非常小的一小啾啾 用来当做花心 是不是起到了画龙点睛的效果 花心同样是需要用擀面杖这样轻轻的压一下 防止它掉下来 做好后 我们把小花翻过来 摆设这一面朝上 开始从没有小花的一头 把面片卷起来 卷紧实一点 一开始卷的时候 我们速度慢一点 这样卷出来更加匀称 等到后面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轻轻的往前搓 看现在是不是都已经非常的好看了 头上这一点没有卷紧实 我们先把它切掉 再开始把它分割成自己想要的大小 这样切开之后 真是太漂亮了 绿色的草地 鲜艳的小花 满满的春天的气息 就展现在我们的眼前 让人按捺不住 想要去踏青春游 现在的天气已经暖和了 因为我自己一个人 要不停的切换相机镜头 还要自己一边做 速度比较慢 你看面都已经有点发酵了 但是整点的造型 依旧非常的好看 全部做好后就把它放入蒸锅 选择发酵 因为我们的面团已经发酵一点了 所以我只发10分钟 在里面静置5分钟 总共15分钟 时间到后 我们的花卷有明显的变大 现在就可以开始蒸了 100度蒸17-18分钟 把它蒸熟即可 剩下的这个爱隆 不要丢我们打入适量的鸡蛋 加入一丁点的盐 一丁点的生抽提鲜 把它们充分的搅拌均匀 锅中油微微热 就可以下入我们的鸡蛋爱笼 底部定型后就可以晃一晃 金黄石翻过来 继续煎另外一面 两面煎熟煎透 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做好的鸡蛋爱饼 特别的好吃 带有爱叶的清香 却一点都不会苦 像做小零食吃都可以 这个时间 我们的爱香花卷 也已经可以出锅了 会有加入小苏打 你看一点都不会变色 用爱草来做花卷 做出来不仅非常的漂亮 蓬松萱还带有爱草的清香 春天爱草这样吃 真是太健康了 一做两吃 这样做好的馒头 还非常的健康 对我们的身体特别好 如果你也喜欢 可以收藏起来试试哦 喜欢别忘记点赞 关注收藏哦 点几我的头像 有更多美食等你来发现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